欢迎大家收看TVBS2100夜话题的新闻线上直播 我是谢家荣 要带大家来关注世界的焦点 也欢迎您呢 拿起手机在这个留言区 跟我们做及时的互动 我们今天还是先来关注呢 就是要再度剿除白宫的川普的枪击案 现在有更多的细节流出了 有一段呢 在这个川普呢 他的耳朵受伤之前大约86秒的影片 就被这个曝光了 那当时呢 有一名目击者就马上告诉现场的工作人员说 屋顶好像有人他高喊 希望呢警方可以注意 不过呢 远警听到之后 有把头抬起来 但是竟然没有采取行动 漏掉了阻止枪手的机会 不然有整整一分多钟的时间 那纽约邮报呢 也引述消息人士呢 就发现 这个反狙击小组 其实呢 有意识到在川普呢 他演讲的周边场地是有建筑物的制高点的 他们有进入这个建筑物呢 来做这个部署 不过呢 却漏掉了在屋顶 这个这么重要的开放性的空间 所以也导致呢 这次的这个意外的发生 不过这毕竟是很大的疲漏 绝对不能够再度重演 那现在呢 他们也在追查 到底呢 这名枪手 他的整个犯案过程 跟他当天是如何取得武器的 那这名枪手 他是告诉他的父亲说 他想要出门去打靶 希望爸爸可以把武器借给他 那爸爸也没有起疑心 觉得这很正常 儿子本来就很喜欢射击 所以就把呢 这个枪支借给他了 那至于使用的弹药呢 因为他也一向 对射击呢 其实有很高的热忱 所以早就已经自己在网路上购买了 不过我们昨天也提到 现在要追的是他的犯案动机 到底是什么 FBI动作也很快 已经马上去查了 他的手机电脑等等 但发现呢 他只对两件事情有兴趣 一个就是写程式 另一个呢 就是玩游戏 找不到太多对川普 或是对共和党的这个仇恨 所以目前呢 犯罪动机其实呢 还不是这么的明确 可能还要再往下深入追查了 不过毕竟呢 这么大的意外 没有人希望再发生 也不允许它再度发生 所以其实呢 川普他这几天的行程 都是在密尔瓦基 来参加共和党的 全代大会 那我们的记者也观察到 明显这个场地周边 维安是高度的警戒 任何人员要进出会场 都必须要由警犬 温过一轮 枪击后 首度露面 尽管优尔包着纱布 但是前美国总统川普 看起来完全进入战斗状态 双手不断做出加油打气的握拳手势 满了笑容 可以看到川普一出现 身边就有至少四名 维安人员近身保护 走上台时 旁边有一整排的维安人员 组成了人墙 不让支持者有机会摸到川普 维安规格明显是比 下乡造势时提高许多 场外的制高点都有狙击手 水道上也有多组 特勤人员待命 放眼所及每个主要出路口 几乎都是紧力戒备 毕竟现在川普几乎全家人 都到了密尔瓦基现场 众所瞩目的正头戏 就是共和党要正式提命川普 各州代表轮流上台 宣布把党代表票全都投给川普 而川普的副手人选也终于出炉 就是现年39岁的 俄亥俄州参议员范斯 这次还同步公布了共和党党纲 可以说是形同川普的一人正当 现在的共和党是川普的共和党 从今天通过的2024共和党党纲 可以看到川普对共和党的掌控 从外交移民到贸易等关键政策 都是以川普的竞选政见为主 也明确看出共和党正式走入川普时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川普提名的副手范斯 他到底是谁呢 其实我个人关注他非常多年了 可能有七八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早上看到呢 他被提名副手这个新闻 我心里面的想法是 果然没有错 我一直觉得他会进军政坛 不过我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有机会登上副总统的大位了 为什么会几年前开始关注范斯呢 主要是因为他出了一本自传 中文番叫做绝望者之歌 他是描述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 不过这本书其实也被视为呢 大家可以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川普在2016 可以出乎很多人意料 赢得当年的总统大选 因为呢 这个范斯他成长的背景呢 是在这个美国的阿帕拉契山 铁锈带中西部 很多城镇呢 这里其实是美国最贫穷的一个地区之一 所以范斯他自己 其实呢家庭背景也是比较坎坷一点 他描述他的童年都是在暴力跟毒品当中度过的 妈妈有长期这个吸毒的习惯 所以他观察到他的邻居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贫穷的轮回里面 不断的想脱身 不过一直没有办法 一直的重蹈覆辙 不过改变他人生的关键 我看完这本书的感想是就是因为他选择高中毕业之后去从军 那在军队里面呢不只是磨练他的这个身心 其实呢因为是一个高度有纪律的环境 让他开始重新检视 他的人生应该要往哪里走 给他很多这个实用的知识跟人生方向的建议 所以他在结束了这个当兵的生涯之后呢 他决定要回到大学去念书 也因为军人的这个身份有机会呢得到这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 那最终呢他进了耶鲁大学的法学院 在这里呢又遇到我觉得两个改变他人生的人 第一位呢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 之前出过一本书叫虎巴的战歌的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 叫做蔡美儿 他鼓励范斯呢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出版成自传 他也确实呢听了这个建议 果然让他声名大噪 成为呢这个大概从2016开始 就是呢美国政治圈非常红的这个评论家 那另外一位就是照片上您看到的 这位是范斯的妻子 是一位印度裔的移民 两个人是耶鲁大学的同学 那范斯其实在进入耶鲁大学之后 书中描述他有非常多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挣扎 他出生在蓝领 不过呢耶鲁都是一些精英 他会怀疑自己从哪里来 在这样的圈子里面觉得格格不入 不过他的妻子跟他背景很不一样 妻子大学就是在耶鲁大学念书的 其实一路成长是一个比较相对富裕跟稳定的家庭 那他提供范斯非常多情绪上的支持 帮助他一路走过来 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那范斯呢后来离开耶鲁之后呢 做了法律工作进了创投圈 所以他在两年多前呢参选这个参议员的时候呢 就得到了PayPal创办人Peter Thicke的这个资金的支持 所以或许这也是川普决定要找他当副手很大的原因 看重的是他在创投界的这个广阔的人脉 不过很多人也担心的是 现在看起来呢川普跟范斯两个人的组合 好像胜选几率很高 那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来看是范斯他的这个对台的政治立场 他在去年受访的时候说过 假如大陆占领台湾的话会对美国带来大萧条 所以应该要尽全力来阻止中国大陆武力犯台 那今年呢又提到了 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走的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战略模糊 尽可能的不要让中国大陆直接来攻打台湾 当然这样的立场呢 很明显是把美国的利益放在最前面的 跟川普其实也非常的相似 那至于拜登他怎么看范斯这个人呢 他就批评说范斯你好像是一个伪君子 嘴巴上讲说我出身劳工阶级 要为蓝领的朋友着想 不过你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呢 只想为富人阶级来减税 那包括拜登的竞选团队也提到了 范斯呢不惜代价一直在捧川普 一直在强调自己的价值跟川普是吻合的 丝毫都没有考虑过呢 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做法 其实可能会伤害美国人的心 共和党全代会上大家高呼JD的大名 因为川普终于宣布他的副首人选 就是二海二州参议员范斯 川普是在自己经营的社群网站上宣布 挑选范斯当副首 而且就连小川普都说事先不知情 三十九岁的范斯因为家境贫穷 高中毕业就到海军陆战队服役四年 还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退役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 并活跃于创头界 范斯在2016年还出版回忆录绝望者之歌 描述他的工人阶级成长经历 不只成为纽石畅销书 还被Netflix翻拍成电影 尽管范斯曾在2016年 骂川普可能成为美国希特勒 不过2022年他却在川普的支持下 当选参议员 从此成为川普坚定的盟友 范斯也是唯一一位曾和川普 去西岸摇摆州的人 因为范斯的商界人脉 对川普阵营极为重要 CNN记者也提到 范斯获得川普青睐的另一个原因 和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川普有关 共和党确定推出川范配选总统 小范也闻到商机 他们在徽章和海报上印上两人的名字 还说过两天又会有T恤亮相 要抢这波选举商机 TV的新闻综合报导 选情看起来对拜登越来越不利了 甚至在川普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他也说话了 他就直接发声 他宣布他将会全力的来支持川普 他说他每个月会向美国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来捐款14亿的台币 那这个当然会对美国选举投下了 一个很大的震撼弹 而且不单单只是马斯克 其实包括过去对拜登非常友善的 这个工人团体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 这次也说了我们不会支持任何的候选人 这个组织的势力有多大呢 他有130多万的会员 那在上一届总统大选呢 当时拜登得到了很多工人团体的支持 所以在这几个摇摆州 包括密西根 宾州跟内华达 他都是靠着工人团体最终 拿下这里的选举人票 现在看起来这次好像不利的因素 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拜登本人呢 对外还是展现出他的自信心 他就提到了 大家不看好我 不过呢 如果要攻击年纪的话 其实我不过也比川普大三岁而已 而且精神状况其实蛮好的 那要比政绩的话呢 历任他为美国政府做的贡献 其实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多 所以他希望呢 能够向选民证明他才是对的人选 不过拜登自己这么讲 但民主党党内似乎也已经失去信心了 他们的评估就认为 现在看起来川普几乎是已经赢定了 这场选战是不是进入垃圾时间呢 政治民主党内呢 还已经开始悲观的在想 或许不要考虑白宫了 当务之急是要掌握参议院跟众议院的绝对多数 评论川普副手范思就是川普分身 美国总统拜登用此谨慎 因为川普遇刺之后 有民主党幕僚发文说 要枪手下次瞄准一点 火速遭到开除 民主党怕被说煽动暴力 不敢再骂川普 拜登一语道尽说什么都不对的尴尬处境 不过现在谁还在乎拜登退不退宣 美国媒体Politico报道 川普枪击后 民主党内推动换败几乎搁置 就算拜登罕见全国演说 争话语权也难挽回颓势 民主党内人士更直言川普已经赢了 CN则是报道台面下还是有换败声浪 但知道白宫保不住 至少要能拿下参众两院多数 至于谁能带民主党突围 呼声最高的还是副总统贺锦丽 分析指出民主党不能再打川普危机牌 只能回归政策打经济牌 力顶川普的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在X推文大赞选范斯当副手是选得好 欧尔街日报还报道 马斯克承诺每个月捐四千五百万美元 替川普助选 川败声势此消彼长 民主党陷入危机 QB前送报道 而假如川普跟范斯真的当选的话 欧盟怎么看这个新的执政组合呢 有媒体就报道了 欧盟对这件事情感到蛮恐慌的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川普跟范斯两个人的很多政策上 其实都是有高度共识 包括外交政策 两个人之前都对乌克兰呢 现在的状况其实不太支持 甚至呢 这个媒体就报道很担心 范斯当副手的话 会不会违背对乌克兰 跟对北约的承诺呢 因为他之前接受访问的时候 曾经这么说过 这是在2022年 他就提到 他其实不太关心乌克兰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今年呢 也重新了发表了一个谈话 说呢 认为应该要再度来评估 对乌克兰还要不要这么支持呢 甚至批评欧洲在军事上 太过依赖美国了 那他也提到呢 德国根本就没有实现 对北约的国防开支的承诺 所以他觉得这些种种呢 都会拖垮美国的整体的国力 那至于川普自己呢 川普他也提到 假如他重返白宫的话 他有自信 他可以很快的结束这场 打了几年的乌尔战争 是不是会逼迫两方来做和平谈判呢 那至于身在战争其中的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他又对川普的这个说法 做何感想呢 他就提到 他其实不太担心川普会再度掌权白宫 因为老实说 共和党内部其实 也有蛮多人是力挺乌克兰的 他认为呢 这不会是一个问题 不管到底民主党 共和党谁当家 他认为美国都还会是乌克兰很坚定的盟友 不过讲到乌克兰的对手 俄罗斯最近在军事上有一些动作 他们是跟中国大陆呢 一起做了一个共同在南海的联合演习 你就被联想到 是不是要明显的 在跟美国之前主导的环太军演来互别聊头呢 共军的南宁号驱逐舰发射炮弹 与俄罗斯海军进行联合军演 首次在敏感的南海 并进行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 此次中俄联合巡航推动了双方多方向多领域合作 走深走实 有效增强了双方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 根据中方公布的讯息 双方舰艇皆搭载舰载直升机特战队员 在太平洋西部北部相关海域 演练领检抓捕 登检控制可疑船只押运船只到特定海域 被国际分析认为 不仅针对美国正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 也抑郁在南海压制菲律宾 而最近菲律宾举办南海仲裁案八周年 非国的前大法官呼吁 应该和越南联合提出新仲裁案 挑战中国在黄烟岛片面实施的捕捞限制 正是因为双方的相互支持 高效协同 使双方更加了解 友谊更加深厚 更为开展联合行动 打下坚实基础 不止南海问题 北京也不满美国六月对台军售无人机 宣布即日起对六家美国军工企业 五名高阶主管采取反制措施 冻结其中国境内财产 禁止个人入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 越界踩线 而不用付出代价 不管是南海台海 西方媒体分析 北京都意图扩张 也在挑战美国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南北韩的关系 最近因为脱北者 似乎又变得比较紧张了 这次脱北的主角呢 是照片中的 是一位北韩的外交官 他的级别其实还蛮重要的 他有很丰富的资历 在1999年就进入北韩的外交部 那2013年呢 他是这个货船呢 偷渡军火遭到扣押 那他在中间做了一些斡旋 还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被肯定的勋章 2016年呢 他出任了中南美区的副局长 2019呢 变成了古巴的高级外交官 不过就在去年11月 他竟然决定叛逃到南韩去 那因为他这个资历很丰富 所以级别是2016年之后 脱北者当中最高的 上一次是哪一位呢 2016年的呢 是画面上的这一位 是前祝英的副使 泰永浩 他也跑到南韩去了 那这次呢 这位外交官为什么要脱逃呢 他列出了几个理由 他直接批评 他说呢 金正恩已经夺走这个国家 还有他个人最后的希望了 因为他觉得对北韩的政权 他已经失望透顶 很厌恶在北韩的很多的制度 那另外就是他在外交部工作 常常被要求要做贿赂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官僚体系 所以他也受到一些认为 对他来讲不太公平的烤鸡跟评价 那另外就是一些个人因素了 他说呢健康状况其实不太好 一直想去墨西哥做治疗 不过都被官方给拒绝了 这些原因都让他觉得 真的是心灰意冷 那讲到整体脱北者的情况 这几年的数据呢 其实看起来人数呢也不少 2023年呢 总共大概有196个人 那当中有10位呢 都是国家全力在栽培的 很重要的精英阶级 而这个数字也是2017年之后呢 最高的一次 所以整体看起来呢 现在北韩的人民对北韩有蛮多的不满 这个情绪好像呢 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不过我们另一头再来看呢 是南韩的现况 其实呢南韩目前 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措施 他们决定呢要提高最低的基本工资 大概呢是台币236元 这个是时薪的部分 虽然看起来呢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增幅 不过很多民众还是很不满 他们认为呢 整个国家的经济 通货膨胀太严重 这个涨幅根本不足以 来弥补他们的民生生活 需要的金钱 劳房主张生活开销越来越大 工资必须涨 资方则提出新资冻结认为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已经无力支出更多工资 南韩最近实行审议 从今年5月21号开始 经历53天投价还价 终于拍板定案 明年度最低时薪突破万元大关 来到1030韩元 若以每周工作40小时 每月工作209小时计算 明年起最低月薪将达到 209万6270韩元 合约台币四万九千三百多元 看似很多 但仔细比对 只比去年时薪增加了台币四元 涨幅1.7% 是历史第二低 如此低的涨幅 根本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像是这位爸爸 孩子想吃苹果 却无力购买 南韩民众自我调侃 最低工资 长心酸的 多工作一小时 也买不起一份便当 甚至还有些职业 被排除在外 像是饮水设备检验人员 和网路漫画作家 这类不适用 劳动标准法的工作者 并未受到最低薪资保障 老公怨声在道之际 中小型企业老板 也有话要说 经济到这间咖啡厅 老板哀嚎 每天的销售额 比疫情前少了一半 本就负担很重 只能跟银行贷款苦撑 若是员工薪资上涨 只会难上加难 首尔已经经营 十七年的成衣工厂 也遭遇同样惨况 疫情前这间成衣工厂 每天能接单 制作五百件左右衣服 但现在订单 数量仅剩五分之一 销售额 凑减近四成 又碰上材料 和员工成本上涨 加剧资金困难 另一头还有一群人正担忧 最低薪资上涨 恐怕导致自家店面关门大击 根据南韩统计听数据 六月全国有四百二十五万名 没有雇用员工的自营工作者 比去年同期奏减十三多万元 是九年来最大减幅 这显示越来越多 因为高工资找不到员工 而单打独斗的老板 面临停业命运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坦言 中小企业将陷入更具挑战的处境 进一步对工作岗位 产生负面影响 劳资双方都有苦衷 追本溯源 还是因为通膨酿的祸 万物欺障导致 本应退休的高龄人士也受害 像这位警卫一样 退休后重返职场的人数 正在逐渐增加 南韩今年上半年七十岁以上 就业人口高达一百九十二点五万 专家分析经济困难是主因 年金不足以支撑退休生活 他们只能出来赚取生活费 但高龄就业除了机会减少 工作职务品质也有所下降 为了帮助恶度就业的高龄人士 摆脱只能从事低薪低技能工作 重劲首尔当局急需制定出综合性措施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体育界的两大赛事 就是今年的美洲杯跟欧洲国家杯足球赛 都落幕了 是由阿根廷跟西班牙拿下冠军 而在西班牙呢 民众在马德里大肆的狂欢庆祝 不过另一头在阿根廷 很多民众或许是因为通膨太严重 日子过得很辛苦 就把庆祝活动当成一个发泄的管道 在街头跟警方发生冲突 上位足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爱丽丝 要庆祝阿根廷在美洲杯足球赛完成连霸 球迷一边跳舞打鼓还一边高喊她的名字 只是阿根廷球迷的狂欢 看在部分人眼中就是骚乱 阿根廷警方出动防暴警察到场维持秩序 没多久就跟现场球迷打了起来 警方派出喷水车企图驱离闹市球迷 还有人在冲突过程中摔倒 阿根廷警方表示这场警民冲突 共有13名远警受伤6人被逮捕 事实上阿根廷的经济因为高通膨影响 超过6成人口生活贫困 足球就像是他们的最后慰藉 称霸每周的确是让阿根廷人出了一口怨气 我相信阿根廷人都需要这种幸福 相信大家都会跟足球迷 相对阿根廷人的激情 西班牙足球迷一样为祖国称霸欧洲开心 只是没有嗨到失控的程度 西班牙队回到马德里进行冠军游行 球迷兴奋欢呼歌唱 西班牙队长莫拉塔也高举欧洲杯冠军奖杯庆功 西班牙和阿根廷一样的洲际冠军 两国球迷庆祝的方式也充满各自的风情 TN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下个礼拜的巴黎奥运 当然官方现在是提高警戒的层级 所以在距离场馆不远的巴黎东南方建造了一个临时的营地 如果发生什么紧急状况的话 可以立刻出动来处理 不过还是有破口 因为在巴黎车站就传出由警方遭到刺伤 奥运火炬手在红木坊前高举火炬 周围环绕着康康舞舞者 火炬手将奥运圣火传递到巴黎圣星堂与红木坊 大陆钢琴家朗朗也担任奥运火炬手 这次是我的四次赢奥运火炬手 这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 因为它是14月14日 这是英国国家的日子 生活于陆船地道 埃菲尔铁塔 随着巴黎奥运在即 伟岸受到关注 法国军方在巴黎东南部 建造了可以容纳四千五百名士兵的临时营地 只花了一个多月就盖好 是二战以来在首都建立的最大军营 若发生紧急事件 半小时内士兵就可以抵达各个奥运场馆 据名称用一名叫米蒙的士兵命名 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奥运上 为法国夺下金牌 只是就在巴黎为安全面升级的同时 传出一名军人在巴黎东站遭人刺伤 调查发现凶手市民惯犯 另一方面备受瞩目的还有赛纳河的水质 巴黎当局再度出面挂宝镇 随着奥运即将开幕 整个巴黎也跟着紧锣密鼓的动起来 TVBN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届巴黎奥运的选手村 是选在一个工业城市叫做圣丹尼 这里过去呢 其实是以治安不佳经济落后文明 是有点恶名昭彰的 但巴黎当局呢 希望能够透过选手村来改造这个社区 也翻转大家对圣丹尼的刻板影响 铁打罗浮宫 凯旋门跟乡线利射大道 是巴黎的浪漫门面 也是观光 正字招牌 陈旧 混乱也是大巴黎的部分日常 这里叫做圣丹尼 2024巴黎奥运的选手村 所在之地 我们实际来到选手村呢 到时候这里就要接待来自全世界 一万五千名的选手 而你可以看到现在建筑的主体 大致上都已经完工 只剩下内部的装潢作业 还需要执行 2023年的9月份 我们造访这里 工程人员加紧赶工 选手村的模样已经逐渐成型 占地52公顷 82栋建筑 在2月份正式完工 准备迎接全球各地的体育精英 治安 主要是治安不太好 比如我自己就不会过来 很乱 如果治安能够 政府能够投入改善治安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会把这个区块调上去 不过说到圣丹尼 眉头一皱是当地人的标准反应 这一座工业城市 交通毒品问题严重 是巴黎最穷的区域之一 成就工业都市摇身一变 奥运选手村 背后暗藏翻转企图形 拉门设计可以避免白天阳光直射 控制室内温度 木头为体结合低碳混凝土 从建筑的源头 要实现节能减碳 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里面没冷气 各国政府很担心 高温会影响到运动员表现 但法国民众老神在在 似乎房屋建设计 所以内面不太热 内面不太热 而且他们有冷气器 所以我认为它应该足够 我希望 冬季我们有热 而且我们在夏季 太热了 我们会有更多热气 但不像在台湾 台湾是很热的 在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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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热浪忍忍 总会过去 但是圣丹尼却长期背负致安恶名 巴黎当局以奥运为引 豪杂20亿欧元 把老旧城市要再造成为明日社区 奥运结束之后 30%将转变为社会住宅 但也有当局居民质疑 一昧的去旧 健兴不是为了在地民众 而是为了吸引口袋更深的外来居民 这是一个社区赛造的大型实验 各是以奥运为题的巴黎梦 把对环境的友善 对人类未来的想象 用建筑的方式诉说 这座奥运城市正提前走向明天 特别新闻欧国强彭剧 巴黎采访报道 最近的国际消息 在稍早台湾时间晚间8点半左右 在泰国的曼谷 有一间高级的饭店传出了枪击案 至少6个人死亡 而死者大部分都是美籍的越南人 目前警方已经封锁大厅正在厘清案情 不过泰国前阵子也有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这是一名中国大陆籍的女学生 在这边惨遭分尸 而嫌犯一样是中国大陆籍设有重嫌 之后就逃到澳门去 而不过他现在因为要典荡一只假的手表 行踪曝光已经落网 穿着灰色套装 身材高瘦纤细的女子走下白色小轿车 在路边滑手机 她就是独自到泰国旅游遇害的 38岁岩姓中国籍女子 6月30号跟朋友通话后失联 7月12号被警方发现 已遭遇不测被分尸 岩姓女子生前最后画面 在她身边身穿白衣男子是来自安徽 34岁中国籍被泰国警方列为涉有重嫌 并怀疑她在杀人气势后潜逃港澳 现在最新踪迹曝光 上周这名嫌犯到澳门一家当铺 点到冒牌手表5万澳门币 被店家发现是假货后报案 因此被澳门警方逮捕 扣查期间接到内地警方通报 说泰国谋刺案的疑空可能重生在澳门 调查和比对身份资料之后 证实就是被扣押的男人 今天上周中将以后移交给内地警方 近来中国大陆公民频传在东南亚遇害 上个月才发生医疗器械的高阶主管出差菲律宾惨遭撕票 而根据中国大陆官媒统计 今年1到5月菲律宾一共18期绑架案 大多涉及中国公民 TV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是不是有企业想要窃取 台湾公司的商业机密呢 这是桃园一家锂电池的大厂 有一位才刚到职不满三个月的专案经理 突然就请辞 之后公司发现呢 他窃取了很多的机密资讯 之后人还飞到上海去 一次呢要把这个资料给交出去 而这个动作已经造成公司20多亿的损失 官方网站大方公开锂电池测试影片 展现高安全性 这是桃园一家锂电池大厂 也是全球首家量产磷酸蒙铁锂电池的公司 日前却遭高层员工窃取商业机密 去年9月这间锂电池大厂 聘任60岁的周姓男子担任专案经理 主要工作负责优化产线 但短短三个月后他就提离职 涉嫌登入公司电脑 月全重置2000多个机密档案 再请假于竞争对手的公司负责人 飞上海谈生意 离职之前又在偷走3000多个机密档案 诡异举动露出马脚 检调在周姓男子住处插获 存有机密档案的行动硬碟 其中涉及产品配方 制程设计等高价值的商业机密 造成公司损害利益高达近20亿元 周姓男子遭收押桃源地检 癥结以违反营业秘密法起诉 根据了解周姓男子曾担任一间 已经倒闭的显示器制造厂 应用技术处处长 还曾与大同大学生工系合作 打造植物工厂 利用LED照明等技术 种植无农药的蔬菜 而他涉嫌偷取的LNFP电池 是离电池大厂近十年来 与工研院合作开发 用于电动车与储能系统的材料 相较于传统固态离电池 更具续电续航力以及安全性 但检方并没有查获 他泄露机密资料给竞争对手的证据 离电池大厂也回应了 因为及时阻止商业间谍 并没有技术外泄的问题 对员工的信任遭有心人士利用 公司强调会加强内部管理 以及资讯安全措施 地编新闻辽中心 蔡行与桃园采访报导 而中国大陆这几年 很积极的在发展 无人自驾计程车 不过呢 像政府呢 也相对应提出了蛮多的补助 尤其是在价钱的部分 这样的计程车呢 它的这个车资 是传统计程车的一半 让很多消费者趋之若故 当然直接冲击到了计程车的市场 引发不少的司机反弹 驾驶座上完全没有人操控的计程车 你敢坐吗 在深圳只要打开百度旗下的 罗伯快跑APP 输入位于南山区与平山区 总计188平方公里 特定运行范围内的上下车地点 就有机会坐上这种 无人自驾计程车 要先输入手机后四码 门才会开启 上车后按下后座专用荧幕上的 启动按钮 计程车就会开动 把拟在网目的地 车里面有一份自动驾驶乘坐 虽知 提醒乘客全程都在录音录影 要扣好安全带 手不要伸出窗外等等 这种无人自驾计程车 在前座与后座之间设有隔板 禁止乘客靠近驾驶区域 因此每辆车最多能在后座 搭载三名乘客 从车内荧幕所显示的车速 以及抵达下车地点 所需要的时间可以看到 这种自驾计程车 每小时时速 大约只有20公里上下 同样的无人计程车 也在北京大兴机场附近 提供服务 尽管路上几乎看不到 其他车辆 计程车仍然以最低速线 安全行驶 后座萤幕还有紧急按钮 供乘客随时停车 在百度萝博快跑提供补贴下 整趟行程只收费大约6块人民币 也就是27块钱台币左右 与一般计程车收费相比 非常具有价格优势 速度慢之外 因为萝博快跑在当地 投放的自驾计程车数量有限 光是等车的时间 就需要10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不等 对于裁缸小幅度开放 无人自驾计程车的深圳 北京等城市 当地司机还不太担心 生意受到影响 但对于两年前 就已经开启 无人自动驾驶的武汉来说 至今全是530平方公里区域 都是无人自驾计程车 营运范围 每天有至少400辆车 在街上跑 再加上业者提供的搭车补贴 令当地普通计程车 经营更困难 与传统网约车的车费相比 罗布快跑的价格便宜了几乎一半 受到不少乘客的青睐 然而这样是否涉嫌扰乱市场 也引发了争议 对此武汉市经开区市场监管部门 日前表示 无人网约车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 未纳入政府定价范畴 他们无权干涉 尽管满街跑的无人计程车 时不时就因为袖斗卡在道路上 导致交通大打劫 甚至会出现与行人之间的碰撞事故 但明显的价格优势 仍然打趴武汉计程车司机 当地计程车车行就坦诚 近期有超过一成的司机申请退车 除了无人计程车低价冲击市场之外 中国网约车或者计程车从业人员 也在当前经济疲软 而且青年失业率高的现实下 快速攀升 导致竞争更加激烈 据官方统计到今年五月底 全中国已经发出超过七百万张网约车驾驶证 这也导致光是广州 司机的接单量和收入就出现明显下跌 早上起码有三四天 今年现在跟去年年底比肯定是天差地别 去年你的起步价还有十一二块钱 今年的起步价 你像我跑的那个平台 七块六块都都有 部分网约车平台为了增加接单量 不但下调起步价格 更提供多种优惠 最终却是把成本压力转嫁到司机头上 当前网约车市场已经超级竞争 行业利润越来越薄 无人计程车快速发展 对于整个产业势必带来影响 和目前武汉全车无工作人员的模式不同 在上海进行测试的无驾驶人网约车 会在副驾位置安排一位安全员 以应对突发状况 中国目前开启无人自驾车试点的北上广深 以及杭州 苏州 无锡成都等20个城市 测试场景虽然有所不同 但就算是武汉这种车内完全无人的自驾计程车 也还是会在行控中心设有安全员 以一人最多监控三台车的比例 远端关注上路情况 这也让无人自驾车的实际成本居高不下 代替人类的话呢 还是有相当的路程的 但随着AI智慧驾驶的学习持续累积 未来人有可能为产业带来大幅改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下个礼拜就是汉光40号演习了 而陆军的八军团呢 今天上午就在台南的喜树海滩 做野战的射击训练 由50多名的教招员轮流射击 全员全副武装手持65K两部枪 在教官带领下躲在石堆和树丛旁 准备实弹射击 顶着大太阳隐匿在掩护障碍物旁 瞄准模拟敌人开枪 50名士兵轮流实弹射击 分别用握力柜姿 总共射击36发子弹 实施这次教招 那基本上熟视度是算熟悉 各项的一些长官的指导 我们都是还有在还有记忆 快速的这个射击 是我第一次来做这个训练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的新鲜新奇 上场射击的50名士兵 都是周六才刚报到的教招员 先在部队里训练 周二就到台南洗漱海滩野战射击 主要就是要熟悉探案的战场环境 尤其海边风沙大 要学习如何排除枪支故障 不过流程不像志愿意这么熟练 都有教官在一旁协助 在刚刚射击的部分 人员的射击成绩 有达七成 针对应招员来做实战化的射击训练 那借实地的地形及地物 让我们的招员来熟悉这些地貌 以利在届时的作战场景 能够更融入 下周就是汉光四十号演习 本岛不进行实弹射击 而陆军八军团展开野战训场射击训练 也是汉光展开使命操演前 重要的实弹射击训练 游教招员上场练枪法 也能维持国军口备能力 TVBS新闻艾朝贤台南报导 这演习的一个重点呢 也是要避免中共使用AI技术 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 所以国防部已经启动了一个创新防御计划 那另外呢也邀请到中科院 针对身位辨识来进行专题讲座 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 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 透过AI声尾模仿台湾与营 这是中共认知作战的范例质疑 为了强化我军辨识能力 国防部首度邀请中科院说明 身位技术经常用应用于资讯作战 以达成认知作战之目的 身位技术加工卫星图片 使其产出不存在的建筑或地形 要避免遭混淆资讯 国防部与中科院列举案例 或许就是担心下周汉光 可能遭遇假讯息攻击 汉光演习期间 我们依据往年的经验 可以发现确实是 他的假讯息比较多 我们的汉光演习 是为了给三军统帅来规划 这个逃跑的路线 也有一些假讯息会提到说 我们的国军官兵在演习期间 因为承受不了压力 然后可能有叛逃 至于会不会采取反认知作战 中科院也预留伏笔 里面在救人工智慧这个部分 在影像处理的领域 也有相关的研发能量 所以如果说就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协助 具备反认知作战能力 就差在是否有其必要性 只是除了盛防境外势力 前一天三军一队撤出 中正纪念堂堂体 到户外的民主大道巡查训练 也被台北市长蒋婉安指宜 演言夏日之下国防部应该聆听 各界声音 合格的一对弟兄 他在那个验收的时候 本来就要完成一个小时的耐热训练 他每周的基础训练里头 也包含的所谓的耐热训练 所以说就以一对弟兄而言 他们去执行这个勤务 是没有问题的 耐热是必备条件之一 言下之意似乎没有转环余地 TVBH的中全会台北部导 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欢迎您拿起手机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来按下订阅跟分享 如果您是用电视机来收看的话 您也可以用手机在聊天室 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做及时的互动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AI 现在AI的应用非常多 甚至可以拿来选股 所以YouTube的共同创办人陈士俊 他就跟台湾的团队一起开发出了 一支AI驱动来选股的ETF 那好处是能够快速分析大量数据 来给出一些建议 不过专家也担心了 这可能会造成市场的资金高度集中 波动也会变大 以往投资看盘看个老半天 现在AI当道不少人就靠它来选股 看准投资趋势 由业者推出主动式的AI辅助ETF基金 上周在美国证交所上市 初始规模1500万到2000万美元 成为台湾团队首档 美国挂牌ETF YouTube创办人陈士俊 跟投资公司 共同成立新公司 专门开发AI驱动的投资解决方案 追踪标的包含标普指数 纳指费半指数等等 而AI的优点在于 可以很快分析大量的数据 去给出建议 这整个经济的经济 实际上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能够表达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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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时候 会被自己的影响影响 那这个系统的话 就是很明确跟我们 讲说我们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组合 AI选股市场夯 主动是ETF也来抢夺市场大饼 而讲到AI耳熟能详的就是CHEP GPT 我们实际测试一下 请人工智慧推荐个股 可以发现台积电台速 联发科鸿海台歌大 都是它的推荐名单 而摊开获利表现来看 都是稳定成长的公司 不过AI选股市场也传出担忧 担心可能会造成市场资金过度集中 助长 助跌 波动加剧 不过也有投资人担心 AI选股的来源众多 可能包含网路新闻 跟公开资讯等等 还是建议投资人AI选股指示辅助 势必得自己多做功课 体育的新闻 杨树明杰台北长报道 今后转到印度来看看 我们上周其实有提过 这是印度的首富 他帮他的小儿子举办婚礼 那这个仪式是极尽的奢华 邀请了很多企业家来当做上宾 那另外也有请一些歌手 包括小贾斯丁雷哈娜来现唱 那出厂费大概在台币3亿左右 这让我想到其实我自己在去年呢 也去印度的西边的一个 有点像是迈阿密那样子的这个度假天堂 参加呢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印度朋友的婚礼 那确实呢会让我觉得跟台湾很不一样 非常的注重仪式感 光是呢这个婚礼的天数就有三天 每一天的仪式都不太一样 可能前面是比较像是一个祝福 会画很多的这个花纹在你的手上 那其中一天是每位宾客都要上台跳舞 那到了第三天才是有一个正式的结婚仪式 可以感觉到印度人对婚礼呢 非常非常的重视 这场婚礼我们刚刚讲花了3000亿 但是呢台币3亿元每一位的歌手出厂费 但对于这个集团来讲还是九牛一毛的 因为他们每年的年收益都超过了千亿美金 前职业摔角手进军好莱坞后知名度超高的男星 约翰西南和美国真人秀明星金卡戴衫都穿上了印度服饰 这不是好莱坞星光大道而是印度亿万富豪安巴尼 为小儿子举办的奢华婚礼 这场婚宴不只有明星增光还有政商界重量级人物 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帮新人加持献上祝福 此外还有美国前国务卿凯瑞 南韩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在荣 英国两位前首相强森汉布莱尔 安巴尼为了这场婚礼 截至目前已经砸下总额超过6亿美金 约合台币195亿元 在婚宴场地 孟买的吉奥世界会议中心打造一场金币辉煌的奢华饗宴 印度传统的婚礼庆典 通常举办一到两天长则一个月 但亚洲首富这场奢华婚一路办了四个月 从三月婚前派对砸下2.9亿台币 邀请雷哈娜开唱 五月包下私人邮轮从意大利玩到法国 7月豪值1000万美金约合台币3亿多 邀请肖贾斯丁现唱 这回婚礼仪式的重头戏 从12号开始为期四天 邀请政商界娱乐界名人参与 花费超过1亿美金约合台币32亿元 这次婚礼的男主角安巴尼的小儿子阿南特现年29岁 拥有美国布朗大学学位 是父亲的商业帝国接班人之一 新娘拉迪卡麦昌特29岁同样出身豪门 父亲是印度大型制药公司安可医疗执行长 他曾攻读纽约大学政治学 是财貌双全的豪门千金 两人是青梅竹马相恋多年后 在去年订婚奢华铺障的婚礼 一直都是印度媒体追逐的焦点 安巴尼身价约1160亿美元稳作印度和亚洲首富 全球富豪排名第12位 他的信实工业集团创立于1966年 是印度最大全球排名第二的私营集团 化足电信石化工业 纺织零售和媒体等领域 每年收益超过千亿美金 因此这场婚礼花费对他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 安巴尼在梦买这栋27层楼高的豪宅建筑 内部有健身房 电影院 泳池和空中花园 还有六百多个庸人打理一切 但安巴尼一家人平时并不住在这里 只是偶尔前来消遣 对比一旁的贫民窟 凸显出印度严重的贫富差距 他们在社会寄出的信息 尤其是那些人不太贵重 他们被影响 他们也想进入那种贫富 我认为我们也想为了一个例子 花四个月办一场婚礼 对连一餐饱饭 都有困难的平民来说 是遥不可及的生活 根据CNN报导 一场大约三百人出席的印度婚礼 平均会产生一点五到两顿废弃物 还有三十到四十顿的碳排 安巴尼小儿子的婚礼规模更大 对环境造成的负担自然不在话下 面对外界批评与侧慕 安巴尼夫妇月初也举办了一场大型集体婚礼 为五十多对有经济困难的夫妻晚婚 希望扭转一些对自己奢豪婚礼的负面评价 TVS新闻综合报导 如果你暑假有计划要去泰国出有要特别注意 这是有民众到当地的一间百货公司去拍照观光 结果一个不小心发现手机竟然被偷走了 而且小偷马上就把手机的定位功能给关掉 导致他们根本就无法来追踪手机的确切位置 那当地的商家也提醒 其实很多的这种小偷的集团 他们是三个人一组 有一个人负责分散你的注意力 另一个人就下手行窃 所以其实专家就建议了 如果碰到爬手的话 在泰国一定要马上去报警 或者是呢打1672的旅游专线 讲中文就会有人提供协助 转千百货楼上楼下全集报 游客拿手机狂拍奶油熊 有民众带家人到泰国旅游 但开心拍完小熊悲剧就发生 大概就在那个地方五分钟之后 就是直接被摸走了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看一下他那个手机的追踪 然后马上就发现已经追踪不到 在泰国台人Peggy上周六代家人 到曼谷新开的百货公司 当时Peggy的妈妈把手机放包包外侧 每五分钟就被爬走还被关定位 找到保全要看监视录影 但保全却说要去警局报案才能看 Peggy在泰国六年 在地也创立小众相分品牌 对当地状况很了解 最后放弃报警再买一只手机给妈妈 就连旅客IG的恰途下市集 商家也被偷三只手机 提醒他种爬手集团非常多 泰国当地观光警察人数 六月一千九百名分散 曼谷普吉岛等观光景点 官方也有报警APP可以直接定位 副照片 但内容最好还是写英文 较加 若不会说英文太文也有24小时的旅游协助 专线能用中文沟通 这样提醒报警或打专线备案很重要 出国旅游要记得把贵中物品贴身藏 手机挂手机绳再放包包 开心旅游之余也要时刻警惕 体会新闻林亚南朝日人台北财富 百货公司的专柜也会强迫消费者消费吗 只是路过柜节热情送赠品 这是很常见的行销手法 但却有民众控诉曾经在该柜 会遇到非常夸张的推销方式 吴玉京被搭讪 没说好手已经被涂上产品 接着拉进柜内觉得贵 就出现外籍人士说要给独家优惠 一张卡被刷爆劝说再拿第二张 刷了四万多元的保养品组 几个月后又在相同柜位 碰上其他品牌以类似的推销手法 前前后后加起来消费破八万 而保养品买回家却都没用 还有陈小姐的家人也到天母 另一间百货逛街 遇到外国柜员幾乎是一样手法 最后消费十万块 家人不满强迫推销 请百货楼馆全数帮忙退货 实际到现场之急 店家一看到有人在拍 立刻绷紧神经 离开柜位 上前询问只愿意给一支电话 但实际致电却是空耗 分析手法都是些懒人 接着以帮忙洗手或是检测肌肤为由 带人到柜位 然后会外国人现身给优惠 还说不要跟别人讲 只有你有 甚至要求顾客要微笑拍照 象征是自愿且愉快的消费 而百货业者回应 品牌在进驻之前都会经过审查 楼民有客宿 会优先请楼管去处理 这属于消保法里面的访问交易 消费者事实上只有这个权利 在七天之内不用付理由解除契约 消保官建议如果遇到类似情况 最好的做法就是表明不愿意购买 直接走掉 购物时务必要提高警觉 体学新闻中的报导 TVBS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